怎麼變出來了? 裡面沒有下皮擦啊 出來了 等一下 請 歡迎收看第五世界六 我們今天來開箱的是 白軍的文具實選 對 我們收集了10款 我們覺得有趣可愛的 日本百元商店的文具用品 在節目開始之前 很多觀眾都說沒有收到的通知 或是不知道我們每天都有更新影片 所以記得要按下 訂閱還有按鈴鐺 所有通知 全部 開啟全部的通知 對 在這裡 對對對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的更新喔 對 我們就開始介紹第一款 要先開哪一個 這個 好 它是100塊錢日幣的一個 可愛的褲子造型的剪刀 哇 好可愛 這是骰子 它很可愛可以放在桌上 它的剪刀 耳朵就是做兔子的耳朵 然後後面這個是Magnet 它可以吸 就是鐵的像是冰箱 或是一些鐵的那個表面 像鐵櫃什麼表面 然後我們覺得 它白軍又這麼可愛 我們就買 然後底座是平的 可以站立 可愛吧 第二款 這個 它是一支普通的餅 不是吧 它是一支不是普通的餅 藍色的 咦 咦 這個 不是啊 它是膠水 大家看一下 哎呦 它是膠水 而且是有顏色的膠水喔 黏下去 等它乾了之後你就拿不起來了 黏喔 黏性的 它會黏的 它乾了之後會黏住 可以耶 非常細緻的膠水 好臭 很臭嗎 像這種筆形膠水很方便 你可以放在鉛筆盒裡面 如果需要黏什麼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畫一畫 它就可以黏東西了 非常的使用方便 第三個呢 貓咪 這是可愛系列的 膠帶牌貓 喔 它的尾巴可以這樣 膠帶先拉開 可以收呢 可以收的 它就是貓咪的尾巴打開來就是一個膠帶台 而且是可以收起來的 然後打開它不會掉 對打開不會掉 又可以繼續的 白軍的話 100日幣的話是25塊台幣 這樣子的品質我覺得是還不錯的啦 非常的可愛 來來再來下一樣 這個 好這個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 要七星怪狀的一個東西 馬上要用兔子的剪刀 把它剪開 大家可以先來猜猜看 這神奇的東西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什麼 軟軟的 對 你猜是什麼 這是 放在桌上 就放了 正確答案是 它是放餅的 或什麼東西都可以插在上面 那太粗了啦 要放細的東西啦 就是你有筆的話 你隨便插哪個地方它都可以佔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方便是 你可以放水彩筆 或是毛筆什麼的 就不會說 打在桌子上面會漲 百斤而已 又有創意 你看吃也可以放啊 橡皮擦 筆什麼都可以放 我還以為它是什麼製冰器 有沒有很特別 有沒有很有創意 好酷喔 對不對 來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拿開這個 這個 好來這個是我覺得 它設計也不錯 焦水 應該 嗯 知道是什麼 口紅膠 但是它是四方形的 你知道口紅膠不是都是圓的 你要塗角落的時候 你就剛好 添得滿 而且它設計感還不錯 你看整個很無印封 看不出來才擺均吧 我是喜歡它的設計啦 來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 橡皮擦 它是 有磁力的橡皮擦 我們來試試看齁 它是不是有燈啊 我們先擦一些橡皮擦屑在桌上 換個四個 給切了 怎麼會吸 給你看 欸 欸 欸 真的可以吸 然後把它這樣子它就會掉 所以它不是有燈 它是有磁力 磁力可以把磁力都吸起來 倒的好像比我剛好吸喔 然後你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你把它 喔 你看蓋起來它就自動掉進去了 它是一個自動的機關耶 你有發現嗎 有 橡皮擦屑就不會亂飄 然後到處掉的 就是 有沒有 蓋它磁的時候它就自動磁力就掉下去了 因為它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它旁邊這裡有開關 然後你看 你這樣壓下去它那個東西就會這樣子下去 你這樣壓下去它那個東西就會這樣子下去 它就可以這樣儲存 然後太滿了你就可以這樣子的倒樣 白均而已喔 喔 下一個啊 這個啊 好 那是什麼 就是沒有真的定書 欸沒有真的定書機才白均很便宜喔 記得沒有真的定書機台幣要100多塊 它才25塊錢台幣而已 它只能用老的紙 厚的紙也撿不過去 可以耶 喔 那我們用兩張才會知道它有沒有辦法定在一起 打不開了是不是 太厚了 太厚了 我們要用保的紙來試看 可以用它說明書 可以啊 把它對折之後把它定在一起 看看它會不會 就扣住 OK 我們拉拉看 它就真的都定在一起了 動力拉還是會開啦 但是你輕輕的話它就會定起來 這個是什麼 那我 就是紙屑會掉出來 因為它把紙搓得到 但是它那個紙屑不會亂掉 它會有一個收那個紙屑的盒子 到哪裡把紙屑拿出來 那口罩是這樣子的 它說這個每一次就是大概五張紙 訂完之後這個地方 它會收集碎紙屑 然後從這邊打開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塗掉垃圾 你再動一次 好喔 OK 它就定起來了 它是一個折過去的感覺 哇塞一個東西 五次一二三 它就是一次最多五張 就是比較環保 它不會有那個定數針的那個鐵屑 五張 它定不了了 太厚了 那四張 你這個紙比較偏厚 它是說一般A4的那種紙屑 這個紙比A4紙厚 削鉛筆機 沒有鉛筆 沒有鉛筆 這個貓咪尾巴這一打開 可以把你的鉛筆放進去 削一削 掉到這貓罐頭裡 你的削皮靴看起來像貓罐頭 就很可愛對不對 對 然後它這個設計 可以把它轉在寶特瓶上 對 你可以轉在寶特瓶 你就可以很久再去 丟你的那個鉛筆穴啦 可是應該沒有人會收集到這麼多吧 可以用家庭罐消一輩子 它說可以 塔克山之類的 可以消很多唷 如果你把它裝在寶特瓶上的話 我覺得它很可愛 下面是貓罐頭 上面是一隻貓咪 我是覺得它設計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設計 它有說明書 你先研究一下 它有說明書 你先研究一下 有沒有變出來 裡面沒有橡皮擦啊 裡面沒有橡皮擦啊 出來了 等一下 應該不會用壞了吧 這個是正常的啊 它說可以關起來 可以打開 好 那你先電給大家看一下 先有橡皮擦的 欸 從哪出來的 來 橡皮擦 砰 欸 好神奇 砰 喔 砰 好神奇 欸唷 橡皮擦為什麼會出現 所以它是一個魔術盒子 其實不是放橡皮擦 放其他東西也可以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給你們見囉 好酷 變出來 喔 有沒有好玩 有 有 你猜為什麼 我知道它是兩層的 對不對 我們不能破魔術的 它只用一層 一層要另外一層把它拉出來就有 我們把橡皮擦放回去 定了 能不能破魔術盒 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想要借你的同學橡皮擦 然後你就會說 只有我打開才用得到 連打開都用不到喔 你看 你看連打開都聽了橡皮擦的喔 你也有聽到聲音 可是為什麼 沒有橡皮擦 我想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咧 它這裡有個 你把它推出來咧 它就會有 然後你把它放回去 就是把裡面那層夾身鎖起來 它就會不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破梗 這個叫做 新幹粉絲的クリーナ 好久啊 坐上クリーナ 打開看看喔 怎麼樣的清潔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 啊 這是白型品質 你看後面一定會浪 我們把剛剛的橡皮擦屑來出動一下 啊糟糕 這是石油 石西油 什麼石油 汽油 然後我們的火車要不要吃掉 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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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不乾淨我們用這個 哦 它構造就是這樣 開往前的話 它就是會有一個掃 你看它這邊會掃 然後會把那個髒的穴掃進去 唉呃 怎麼會是掉出來 是你用煩 你看它會這樣子 裡面會有一個機器在手 很可愛的 而且才擺均而已 又有錯誤 這就是今天的十選擺均用品 我最喜歡這個 很創意對不對 這個 對啊 然後我覺得新幹線也不錯 蠻可愛的 還有變魔術的那個橡皮擦也都很可愛 對 這個也很可愛 對啊 而且你知道我們這些全部買起來才 欸 擺均嘛 110幣等於25塊台幣 然後10個等於250 全部才250台幣而已 這麼多 又便宜又好玩 又實用 對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 開啟小鈴鐺上面的全部 對 像這樣子 我們每天晚上7點都有更新影片 記得要來看喔 然後這樣一直播唷 對 掰掰 我們明天晚上7點見 掰掰 掰掰 按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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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咦? 是這樣嗎? 他這樣嗎? 他這樣啊他是雷妮的玩具 雷妮的玩具 雷妮的玩具 你看玩具 你看他有點醜 你看喔 不把蠱骨就會把東西都掉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